謝謝主持人 也歡迎兩位雨潭人 我們還有一位雨潭人在路上 還有在座各位聽眾 可能是有很多業界或是先進在這邊參與 那今天要談的事情是去中心化的 法規跟人才的議題 那我的建議是這樣 因為這個議題其實是大家非常關注的議題 過去一段時間之內 可能涵蓋很多領域都有受到 這個中心化慢慢消失的這個影響 那如果你大家回想一下 可能包含旅遊業包括媒體業 其實都是甚至於未來可能要出 慢慢現在在眼鏡當中的金融業 其實都受到這樣的一個影響 那這個議題非常的熱門 我想我的建議是這樣 我們剛剛雖然主持人說有我先簡報 我的建議是先有在座的雨潭人先簡報 然後到最後我再稍微談一下我的想法是什麼樣子 然後再由各位現場的大家來討論一下說 這個議題到底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怎麼去能夠讓它好好的處理掉 那接下去呢我想我就不要浪費太多時間講話 那我的建議是每位講者呢自己稍微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呢每位講者就開始講他自己的一些內容 那我們的順序會從子涵開始 然後接下去是楊川曼人跟周川曼人 好那我們把時間先給那個子涵 那我就先先坐著 那謝謝那個主辦單位 雖然這場好像沒有那個Live Streaming 但是謝謝主辦單位 然後那個還有Call這次那個Panel的台軍院所長 他們的團隊這一邊 那很高興可以在這個場合來針對這個題目做一些看法 那我先簡單花30秒介紹一下我在這個議題上的Background 就是IGF的APR IGF Eurodic系列就是說 它這個網路治理論壇的相關系列 我大概這次參加第七次 那因為台灣是第三次吧 這次是民間 所以APR IGF Euro的 甚至KR的就是韓國的我都有偷偷去參加過 所以大概就是對於這個東西怎麼進行可能比較熟悉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就是說 因為就像所長剛才所提到的 現在Internet所造成的跟以前不一樣 它已經開始蔓延到每個行業 它都上社會衝擊跟法規相關的衝擊 那我自己以前 因為大概在15年前在帆鼠腾 所以曾經經歷了過美好的入口網站的年代 那我負責管的就是首頁那個團隊 所以首頁那個團隊的意思就是說 你眼睛要看到什麼 基本上是我們決定的 我們一個Team 就是Producer Team 來決定大家要看什麼 所以要從這些流量裡面 從眼球裡面變現 是非常直覺的事情 這個年頭已經不是了 你可能台灣現在手機上 你拿起來看你的APP 這些比較dominant的APP 可能有這個日本派的 美國派的 如果你跟越南人熟的話 會有越南派的APP 越南有一支APP非常非常好用 就是像WeChat或者是Line這樣子的 那你也可能用這個中國派的微信 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這十幾年來 我自己在產業的經驗 跟在區域的經驗 看到這件事情對台灣來講 是越來越棘手 棘手的原因是因為 我開始就一個一個講下來 為什麼會開始棘手 我花時間可能比較少一點 我覺得我們對於這幾個大方向 是很難去有一個比較好的平台 去開始理解 所以變成說 遇到一個心心勢力的衝擊的時候 我就以日本在186幾年 那個年代 有一個將軍率了幾艘黑船 在神戶港的外面 不對 不是神戶港 應該是神戶港吧 還是那個橫濱港的外面 就黑船來襲 那大家怎麼反應 其實就會有一些在地的結構 跟勢力去談這個事情 有寶王什麼攘夷 whatever 有後來的傳說中的 這個高 它不是高支線 土佐清水出來的版本龍馬 所以我覺得 現在我們受網路衝擊的現況 其實大家 我覺得大家已經都有感受到了 可是這個現況 到底它的衝擊面 有多大 我們在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它是真的問題嗎 我們對於這些現況的了解 大家是不是在同一個水平上 或是說有一些baseline 基礎的水平 比如說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為什麼台灣就是這麼特別 因為我們在手機上面 我們就以大家天天在用的 這些messenger的app 就是你什麼國家的派別 你都有 在很多國家 這個事情是不存在的 你可能在10就是VVM 就是這個Blackberry 以前早期的系統 那你在美國 大概就像WhatsApp Snapchat 然後不同的年齡 怎麼去看 可是在台灣 你看每個人的手機 就裝了六七個 有的人可能還 因為不同的朋友 還有不同的手機 那這個影響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所以這個事情 要怎麼管 治理模式 這就變得很麻煩 因為regulation 就是跟怎麼管 治理管理有關係嗎 市場概況 突然就問一個問題 比如說 也不能講 比如說我們隨便問一個問題 當然我不懂這個問題 的數據 比如說Fintech的進入 對台灣 銷金業務的市場 有造成什麼衝擊嗎 我不知道 我甚至不知道 這個問題是不是對的 所以對市場這個概況 我可能光這個問題 意思就錯了 所以就問下去 就是錯的了 那我覺得 在這方面 其實有很多的 關鍵的數據 可以去support 大家這個再繼續往前走 那當然很可惜的 可能我比較尖銳一點 就是畢國 或是貴國政府 在網路相關的數據 的關鍵數據的 長期研究跟整理上 是比較缺乏的 那這個事情 也會影響到 比如說你可能有傳統 比如說社會經濟 相關的數據 比如說人口普查 現在人口普查 多久做一次 一次問幾個問題 誰去問 外包一個訪問員 錢多少 因為我剛從加拿大回來 我發現他們在四level 加拿大人口排名 第六個城市 它是每年做普查 人口相關 住家社會經濟相關的 census 每年做一次 那所以就變成說 你在台灣 大家我們有外籍的 配偶 外籍的移民 外籍的勞工 現在進來台灣 你可能人口 檯面上有登記了 六七十萬人 那它會不會對你 到很衝擊 它等於是在你的 網路 它等於是帶了所有的家當 所有的social network 關係 跟錢在上面跑 它事實上錢可能就在手機上面跑 在那裡轉 那這個東西你要怎麼去管 我覺得這個是很麻煩的 包含它的交通習性 對不對 比如說 他來這邊 他叫計程車的時候 他會怎麼叫 他搞不好覺得 比如說這個皇冠大車隊的不好用 因為皇冠大隊跟台北市合作 我就呼叫小黃 因為呼叫小黃有英文介面 他有英文介面 OK 但是司機會不會講 這個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剛好信與不信的 是集亞洲之大城 因為全世界有超過一半的人 是住在這個圈圈跟框框裡面 我覺得這個關鍵很重要 因為剛好前天有去加拿大 談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有人說 原來加拿大的多倫多 不是世界的中心 我說 當然不是世界的中心 你看這邊有多少人 對不對 從印度 印度現在可能登記人口 13、14億人 對 已經可能要超過中國了 所以在這個圈子裡面 就住了41億人 所以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是剛好最棘手 最棘手表示最麻煩 最難談 也不知道怎麼談 所以這個東西很重要 然後呢 這個東西也很重要 因為相對來講 我們自己的定位跟狀況 就像我剛才講的關鍵數據 在大部分的國際的報告裡面 都不會被顯現出來 因為你在傳統的這個主權的治理範圍裡面 你是屬於另外一個主權 所以在這些報告裡面 事實上是不會被反映出來的 所以對我們要從國際的報告 區域的報告 了解台灣的市場現況 很困難 你就要重新繞一條路去找 繞一條路去找 然後發現它的數據可能2013年有 2014年沒有 2015年又換了委託研究單位 哪不全 藍位不一樣 洗了了 你不知道要怎麼避 所以就很辛苦 大家都用感覺的 然後這個網路的成長率在這個區域的 現在不管 反正都是有這些報告 這些報告絕對大部分都沒有台澎金嗎 OK 好 然後等等 很多很多 我就不多講了 然後到這個東西 這個TW也是我加上去的 因為我覺得相關的 尤其是民間 對民間或是一般人的使用習性 其實我覺得大家越來越少 應該會用這個東西了吧 可能工作不得已才用 這個很沉重的 大部分都還是用手機 所以手機在當地的普及率 這樣講也不對 Anyway 反正它的penetration mobile seller subscription 這個從很久很久以前 台灣其實有單位在做 可是相較於東內亞地區 你就會發現 哇 原來你覺得台灣好像很 shadow率很高 常見一個人都有好幾張SIM卡 或是加起來有一點多張SIM卡 可是你發現 原來當然這個人口基數比較少的 這個Macau 他們是3.24 100人有324張出去的SIM卡 subscription 這就很可怕 Macau為什麼這麼密集 然後這個香港 然後緬甸 那個大概在5年前 小弟有一個朋友去緬甸 買一張SIM卡 要一台 玉龍的New Central 的價格 換上整台幣 一張SIM卡 現在一張SIM卡多少 大概12塊到15塊的美金 很可怕你知道嗎 那個突然跨越這個東西的成長 所以台灣在這個階段 是不是也會抓到了一個題目 開始就跨越成長 然後當然問題就很多了 因為你所有的人都突然 像什麼 比如說跨過傳統的零售的 這些生態 然後就馬上充電商 我們可以看到東南亞有很多這個例子 這會造成什麼問題 會造成什麼狀況 對 或者說比如說他不能有像這種裝飾的U-Bike 所以他就去用O-Bike Mode-Bike 就是那個共享單車嘛 那這就在城市的交通治理上 因為剛好交通幫交通派的以前是非常非常大的嘛 他們只屬於都發都更派 在整個東南亞大概都是這樣子 突然有這個東西進到你的城市裡面 你怎麼辦 你要怎麼去看它 你要怎麼regulate它 你有錢蓋輕軌嗎 馬來拉的輕軌已經在那裡營運40年了 馬來拉菲律賓 菲律賓的輕軌是全亞洲最早的 所以他每天的這個 他的那個人數 搭載的人數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現況 我們都必須要做一個基礎的了解 在一些平台上 讓所有的利益相關人 stakeholder 我覺得至少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再往下走 我自己認為是這樣子 因為小時候也什麼不知道嘛 以為台灣就是number one嘛 然後出國之後才發現 我靠什麼都不是 那有些東西你也是number one 比如說我們在國外的 我們輸出詐騙技術 電信相關的 然後被遣返的新聞 你去找兩個關鍵字 一個叫fraud 一個叫台灣 每年都有 我查了一下 柬埔寨 馬來西亞 肯亞 印尼 菲律賓 都有台灣被遣返的 可能以前做二類電信 坐在台灣沒有市場了 所以就往外走 我希望沒有講這句話 沒有得罪的人 那像這樣子的數據 我覺得也很有趣 因為我們可能在推 比如說無實體貨幣的金融 就是說你交易 你不是用現金 你是用其他的方式 Digital的方式去跑 然後你就發現 原來我們從以前像這種 使用信用卡的比例 因為信用卡也算是一個 不是用現金交費的管道 然後這樣子的數據 其實在比如說世界銀行的 Databank的Gender Statistics 以性別相關的時候 就有這樣子的東西 它是針對女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在亞洲地區普遍非常高 但在菲律賓為什麼只有2.78 它可能有一些back background 然後我們在推進這些agenda的時候 因為第一個我們選出了第一個 不是政治世家的女總統 所以在Gender這件事情上 台灣是可能領先的 然後我們gate right又已經被大法官 視線可以這個事情是可以繼續走的 但請你先不要去登記 你會不會駁回 那Gender這個事情在台灣 就是一個台灣在做這個事情 是可以去比較其他地方 是可以去探討 你的水位比較高 那這個東西如果我們了解的話 事實上你很多東西 你就做得水到渠成 甚至國外的相關的 以我們業界或是非營利組織來講的話 你在Gender這件事情上 你可以講話的力道就很大 因為台灣的女性對金融的自主跟支付的管道 其實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講 是比較好的 這是真的不是假的 在印尼在印度 你女孩子雖然長家機 但對不起要花錢的時候 你可能這個人你都還沒有 你都跟銀行你沒有關係 你從來這輩子都沒有關係 所以錢還是要從男人出去 男人的名字出去 在印度可能就這種狀況 所以我覺得機會和挑戰 我覺得這張圖 我也是抓一個朋友的 不是朋友了 他在美國念書的 就是台灣有24小時的電視台 有7台在那個年代 那我們對於這些agenda等了解的議題 如果從媒體來看的話 我覺得就會很辛苦 因為媒體的專業 不是反映在這個上面嗎 我講好聽一點 這媒體的專業 不是在把議題挖深 挖橫向去比較 所以像智庫的角色 政府的角色就異常 或是一些促進會的角色 會非常非常重要 然後等等等等 這篇報告 反正我已經放在網路上 就是這個邪惡的Google公司 跟這個邪惡的淡馬席公司 他們對於這個東南亞 在估這個e-commerce市場的成長率 的一些看法 所以這個區域所會遇到的問題 還蠻多的 它是什麼 不管 但是你看online travel 百分之十五個 這個每年的複合 年複合成長率 所以就會有一個 那個你找什麼 就電視場在廣告的 找飯店找某一家嗎 所以那廣告打得有夠誇張的 他們其實是根據這樣子來去 來去判斷 他在這個市場要砸多少廣告的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最後 我覺得反而 以我的角度來講 因為我們是開放 知識集信會台灣 開放數據有資料 然後累積成知識再往下判斷 所以我覺得用現代的方式 瞭解現況還蠻重要的 然後為什麼我會說 不要直接談法規跳試 因為我覺得 不是這個事情不重要 而是我們習慣 有一個問題意識 就往下游去衝 往下游去看 但你這個問題意識 是怎麼繼承而來的 誰給你的 我們不習慣 因為我們太會考試了 就沒有轉過去 原來是某某傢伙問的 這個問題是不是真的問題 成就這個問題的 context 是什麼 我覺得可以轉個 然後直接談資源的配置 我覺得會很辛苦 因為我們的政策 就直接談資源配置 對不對 就直接談下去了 你要解什麼問題 可能就不知道 例如像我們現在 一個非常偉大的 後顧計畫 對我不能講那個名字 對 然後這個從 都從法的角度 談治理管理 和市場競爭 因為我們這場還是談 regulation 法在這個上面 我覺得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也不要有過度的 的期許 除非那個事情是傳統 就是高度監管 所以法就很重要 有的不是高度監管 甚至你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我覺得 畢竟國家社會 尤其是國家政府的運作 還是靠regulation 法在推進 所以有一些法的意識 在裡面 我覺得是還蠻重要的 好 那我就先到這裡 謝謝 非常謝謝子涵 我想我們這個議題 我們就先讓大家都談完 我們再來看看 怎麼樣做交流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去麻煩 那個楊創辦人 大家好 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坦白講 我比較少出現在 這樣子的場合裡頭 因為我其實一直是在 金融相關的產業 那但是也很有幸 就是說我現在 其實是離開傳統金融業 我們自己創立的 這個金融科技的公司 P2P Lending 這個信用市集 這家 這個台灣的第一個 這個P2P Lending的平台 那同時我們當然也在推動 台灣的整體金融科技的發展 那所以今天其實 要談去中間化 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想到了我 因為在金融領域裡頭 特別是金融科技 其實整件事情 真的脫不了 今天要去中間化 這件事情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大的 很重要的題目 那所以我其實把題目 我在這邊稍微highlight一下 就是我是把它定為 就是去中間化的 Think Tech 還有P2P的概念 它是顛覆了傳統金融 那也從剛才 其實前面 子涵也提到了說 講到信用卡 有一些國家的 比方的女性 持卡的人數是很低的 那這個什麼意思 這就在談 大家可能聽過 就是所謂 過去的金融 叫做排除法的金融 排除性的金融 也就是所以我們談英文 這個字 exclude 排除了一些人 所以只有部分的人可以 如同剛才 子涵講的 可能只有 有些地方是男性 或者是高教育水準 或者是說 薪資很高的人 才可以有 可是現在談的 金融科技 它為什麼要去中間化 以及它要達到的目標跟目的 其實就是希望include大家 要包含幾乎大部分所有的人 所以它是一個 從排除變成包括 也就是大家 如果有人聽過那個翻譯 就叫做 financial inclusion 被翻成普惠金融 其實它意思是指 這是人民都應該要一起享用的 那所以它是一個 從原來 可能是一個專制時代 說我只是法令說 這個東西只能給誰用 只有部分的人 它是一個專制的 因為用一個法令 或用一些什麼 這種特殊的政策的方式 只讓它是特許 可是到後面 我們在推的金融科技這件事情 它其實求的就是民主化 而且也求的是人民的利益 而不是特定組織的利益 所以我在講到這個金融科技 對於去中間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把這個前言 先稍微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當然再來 我知道在做應該對金融科技是相當陌生的 可是我想因為既然我要以金融科技的角度來談去中間化 我一定要稍微講清楚到底在談的所謂去中間化是去什麼中間化 各位知道說其實我們的傳統金融就是一個中間人金融 這個中間人金融是怎麼樣的呢 也就是說這個下面的圖大概就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說好存款人存錢到這個銀行裡頭 那存款人存錢到銀行裡頭 這個銀行拿了存款人的錢 它就留一小部分非常少的一部分 比方說就是存款準備率 在台灣就是10% 留10%你拿了100萬存錢 因為它只留10% 剩下的90萬全部要放款出去 而銀行賺的就是從放款之後賺回來利息 但它回一點點小部分的存款利息給這個存款人 所以它整個這個中間人模式 中間人金融 也就是這個目前我們用了300年的這樣子的一個金融制度 那這樣的金融制度它當然會有它的毛病跟問題 那當然因為在場其實是有所常在 我不太應該要多說經濟學相關的東西 但是我只是把大概的概念跟大家說明 就是說所以它當然會造成了幾個 比較大家會覺得通常中間人會產生的問題 第一個當然就買低賣高的概念 就是你會存的利息當然要給你越低越好 放出去的時候就要越高越好 所以產生今天信用不會透明這件事情 第二個也就是說大家今天就不會有個公平的利率了 你信用很好沒有錯 可是等到你要借錢的時候 不好意思 就是由銀行它到時候來決定 而且它希望能夠你不要知道你信用合理的多少 然後越高越好 那同時當然就有一些其他的 也就是創造泡沫經濟的最大的元凶 也就是透過商業銀行會造成的貨幣乘數效應等等 所以後面這也是大家後來認為說我們不希望太大不能倒 也就是因為這個泡沫經濟支撐了我們全世界這樣的經濟體 它是不可以吹破的 吹破了之後萬一垮下來 這個所有的經濟體可能都要crash掉 所以大家是希望要小心的轉換 也才會要發展金融科技 所以金融科技是什麼 我這邊把它這個定義 這是從Wiki的definition 它其實是在講就是說大部分就是有新產業 它使用一些這些科技使得金融服務變得更有效 而且最主要的目的其實是要去除這個中間化這件事情 也只有去除中間化才可以解決原來剛才講的 因為貨幣乘數效應就是因為有透過中間人機制部分的存款準備的關係 它就會造成的這個效益就是倍數 就是剛才講的存款準備率分之一 就是它的一個貨幣的乘數效應 所以我們當然不希望持續過度仰賴 在全球的金融IMF在這個2008金融海嘯之後 各位也發現2008海嘯後才有金融科技這個名詞 為什麼 事實上它不是科技使然 它是經濟上 我們在金融制度上要追求新的方式 那所以這個整個制度就是在把這個去掉中間人 因為不要過度仰賴傳統金融 以至於說我們還有機會再發生下一次的金融海嘯 也還會再發生說太大的金融機構又太大不能倒這種問題 那可是這個問題很有趣 當我們要推行這件事情的時候 金融科技要推行這樣子的一個新的發展 希望多鼓勵 甚至發明了一個新的名詞叫做替代金融 如果大家去查這個U of Cambridge 其實每一年都會發一個替代金融報告書 替代金融就主要的涵蓋範圍最主要就指P2P Lending Crowed Funding等等 就是說以往是用金融中間人金融來做的 提供資源提供金融資金的這個方式 改為今天直接金融的方式 由人民來幫忙直接的 原來剛才前一夜當中就直接出資本的人 來直接投資 直接作為籌資的對象 而不是透過中間人作為大家一般的籌資的對象 那這樣的替代金融要推展 它其實跟法令息息相關 那這也是我們提到 就是說台灣要推這個 我們真的要發展 這種去中間化的金融科技的時候 我們仍然有非常高度的一些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那這邊我舉了幾個例子 這個是去年底的時候 然後在全球listing的 unicorn for FinTech 在金融科技當中的這個獨角獸 各位知道獨角獸市值要1 billion USD 就是非常大 已經是非常成功的這些公司 全世界在27 那當然有一些已經上市的 就從這上面移走了 那全世界目前在去年底的時候是有27個 可能現在又貌多了也不一定 27個當中你會發現到 這個當然就台灣目前沒有人被擺在上面 那14個在是美國的公司 8個是中國的 剩下其他的有這個5個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這個小的 那總共其實是有10家P2P借貸 4家P2P這個payment付款 或者是匯款 3家線上投保 其他大部分 所以整個在這個上去到全世界被認為是市值相當大 也就是全世界投資額非常高的這些金融科技公司 他們大部分就是直接做這種去中間化的模式 那這樣的東西到台灣到底能不能落地 這是一個我覺得我們可能接下來 台灣陸續也一直持續在努力也希望繼續要思考的問題 我把他們的這個項目列出來 那因為台灣有一個有趣的點 台灣的金融法規跟全世界不太一樣 台灣的金融法規為了要高度的監禮管制 有傳統金融被監禮是應該的 因為它就是中間人金融 因為你拿人民的錢當你的本錢放款 對不對 那你把你的人家的錢拿過來放給我自己人 不是就產生了很多大家也聽過的一些過去的弊案 或者是說認為說你就是掏空金融機構的掏空等等問題 可是這樣的一個機構要被監禮是中間人金融 可是等到我們剛才講的要推到金融科技 直接人金融的時候 我們沒有任何的法規是在對待這個直接人金融的部分 我們用了中間人金融的法規 來面對未來的金融科技直接人金融 那直接的這種這個直接金融的方式 而更可怕的是台灣是唯一的少數的國家 在金融法規上有刑罰 刑罰入到我們的這個 也就是說你如果今天違反了銀行法 會違反了這些可能比方說是非法吸金 你可能就你可能就要被關起來 這個是刑罰 這個東西相對造成我們國家很大的問題 我們在做創新的時候 我們要做去中間化的時候 你會變成說你嚇阻了一堆人說 你要是搞不清楚法規你最好不要來 不然的話你會被關起來 或者是說我們也在最近這一期的 應該就是最近一期的那個應該是商周吧 就是蠻多人在傳的一篇文章就是 過去有一些金融科技的業者 紛紛離開台灣或者是到別的國家去 那他們大部分的狀況在過去的歷程當中 他們做了金融科技的服務 最後可能接到了銀行公會的電話 或者相關的主管機關打給他 然後跟他說你這樣有危險 那他就覺得太可怕了 那還是不要好了 然後結果到別的地方去就還蠻愉快的 類似這樣 這個是一個怪事 也是一個有問題的問題 就是說當我們今天 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說金融科技 不是單獨單一國家的選項 它是從2008金融海嘯後 如果各位有時間花時間去看一下 IMF的網站 它是全世界在推的方向 因為都要改變這件事情 那會變成我們國家的法令 沒有辦法讓我們台灣 參與在未來金融的範圍內 那這個也是我想 在這邊稍微提出來 做一個小小的一個分享 也就是說 假設我們要發展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的確要思考我們自己法令上如何解套 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那當然大家也都聽到 最近我們行政院也才快要 應該在下一個會期要通過的 就是類似金融科技法令沙盒 那但是夠了嗎 這是一個我們要持續檢討 那我覺得也很好 已經有開始第一步 但是這是一個要持續檢討的一個項目 那總而言之 我想我們的金融就是需要來 現在就要來劃破這些新的法規 然後經濟也需要現在種下新的創新種子 那這也是我先在前面做的小小分享 謝謝 謝謝楊執行長 我想因為我們現場有非常多人 那剛剛那個主辦任務有說 可能等一下每一個人只能有一分鐘的發言 那我們這個會場 我不曉得隔壁有沒有 我們有開一個slido 你們知道slido嗎 你們可以用手機發言 你進入slido之後呢 輸入twigf都大寫 你就可以直接進到網頁裡面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發言 那所以 如果說各位等一下想要先在網路上發言也可以 那我們現在先請那個 周創辦人接下去做發 那個分享 然後如果說您有任何的想法 也可以先在slido上面提出來 謝謝 大家好我是那個呼叫小黃的創辦人 那 那 我有信來參加這個 分享這個 去中心化的議題 那我們 也很高興有被 被 對這議題有興趣的人 看見 其實我們 我們做這個 我們做這個教授平台 確實我們的核心概念 就是從 去中心化出發的 相較於那些車隊或是Uber Uber 跟車隊他就是中間人 他必須做選擇 對 那 實際上 根據交通部統計處2014年報告 全台灣 就是沒有辦法透過網路 提供服務的車輛 其實是有超過一半 62% 所以其實台灣有8萬多機能車 這麼多機能車 有5萬多輛 他是沒辦法透過網路 給提供服務的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浪費 就是我們 前陣子 大家還在吵說 什麼共襄車子 對不對 可是其實營業車輛 他是大量的被浪費 是非常沒有效率 營業這樣 當我們看到這個問題 我們會希望說 就像剛剛前面他們 前面那個 信用市集的 有分享到 就是說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讓更多的人 能夠 參與 這個有一些 不是只有少數 就有能力 有達到某些 門檻要求的人 才可以這樣 那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我認為 我們做這件事情 其中它的核心概念 它的核心概念 它關鍵是 賦能 就是賦予 能量 能力 賦予權利 那所以我們 我們就賦予這些車輛 第一個 賦予被看見的權利 其實由網路開始 每個人都擁有這個能力 每個人到臉書上面 都可以發表他的言論 對不對 每個人你有東西想要賣 想要跟別人交換 你就可以有很多平台去刊登 那臉書它的創意 創新就是在這裡 因為以前網路上看不到人 那我們所做的就是說 網路上看不到幾層車 而不是說 只是一些品牌車隊 或是服務 我們讓它被看見 所以第一個 被看見的權利 第二個 賦予選擇的權利 什麼意思 就是 我今天我是一個人 我自然的人 他都有 對任何訊息的篩選能力 權利 對消 你要你是一個消費者 或是你是一個銷售 服務提供商 你對你的客人 或是你對你採購勞務的對象 你都應該要想要選擇權利 好 就是雙向 就是對計程車司機 他提供的服務 他可不可以選擇客人 他沒有選擇客人的權利 那如果客人是有問題怎麼辦 那反過來 客人也應該要選擇權利 那以往的這些派車平台 他們是做不到這件事情 那最後一個是說 我們賦予消費者 消費後給予對方評價的權利 其實是雙向 司機也是可以給 服務 就是說跟網路市集一樣 都是雙向評價的這樣 那這件事情在以前是 做不到 或者是做半套 就是他給你評價 可是他不給你看 還不給你選 那等於是沒有 對 所以關鍵在於說 是賦予 而非剝奪他 這跟剛剛前面講到的說 監管 是有一點相呼應 就是說 我們是 增強他原本的能力 而不是說設立很多限制 像 限制他不准 不准跟客人直接接觸 客人跟司機不准直接接觸 或是說 你叫車的時候你不可以看到太多的司機公開資訊 很多平台是想辦法去降低 去降低交易中間的透明度 降低資訊透明度 降低司機和客人互相選擇的自由 但是我們是去增強這一塊 我們增加交易透明度 增加資訊透明度 增加司機和乘客他選擇的自由 這樣 那再來就是 以司機和乘客為主體 相對於 相較於穿同計程車 服務 或者也許是Uber吧 或是Lift 他們 會希望說 車隊他們會希望說 去統一車輛的外觀 統一車輛的服務 軍職 穿著 穿制服 對不對 他們會有很多限制 其實這裡面的概念就是說 他是以車行或車隊 他本身的品牌為主 但是我們的這個平台 我們更希望站在說 去輔助時機 或輔助消費者 利用科技 以他們這兩者為主體 他們 我們所有設計師 他們本來就可以做事 你本來就可以路邊造車 你本來就可以選擇 對不對 幫助他們去做到原本做的事情 做得更好 這樣 而不是去 呃 站在中間去 變成是一個中間人 這樣 那 呃 司機在我們這平台上服務 齁 並不是由我們來篩選跟管理 就像一般的網路商商店 你 你消費的時候 你是可以留下評價 就是所有的群眾 及眾人之力來管理 他是一個直接 因為你消費顧問 當然知道他好不好 對 就像剛剛那個投資 他其實跳過中間人 他是直接面對 那 他變成他自己管理自己 而不是由我們來管 那由市場 欸 不好意思啊 這個 一個 由市場來做 進行篩選 並非由我們來篩選 這樣 而實際上呢 呃 我們的經驗是告訴我們說 每個客人需求也不一樣 你沒有 其實你沒辦法代替客人做選擇 每個客人不一樣 有客人 同樣一個司機 同樣一個開車 條件 有的人覺得太快 有的人覺得太慢 這個不是我們能代替他的 那 呃 我一改 以前是由上而下的方式 我們現在變成是 改為由下而上 那 其實我們認為說這是網路時代 在 必然會發生的改變 就大家都看到很多服務 其實都是跟 這個 方向有關係 那最後我們就得到一個 去中心化的腳車平台 那 呃 稍微講一下我們具體做法 剛剛講到概念性 具體之外就是說 我們是希望說 他們雙向評鑑 然後 透明 那每個司機他都 呃 只要他是有營業資格啊 重點是這樣 這是最低的門檻嘛 那 他就可以直接被他附近乘客 他 看見 直接預約 那 他還可以累積他的評價 這些資訊都是公開 所以他可以變成可以經營自己 經營他自己的品牌 這樣 那 所有的選擇 自然的選擇權利 都是交由雙方 而非平台替他做選擇 那 這是一個 我們的司機在裡面的樣子 長的樣子 是這樣子 就是 提供 他有提供他的基本資料 對不對 還有一些圖片 那還有他 欸 這可以point 這可以值 對 他還可以他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評價 這個是五顆星 就是平均評價 五顆星 這個是一千多個 一千多個客人 搭乘之後 給他的評價 平均起來是五顆星 這樣 那有254個客人 搭乘之後 把他設為他的最愛 什麼意思 最愛是什麼意思 最愛是兩個 一個是 你以後 你以後 較弱這司機 他在附近回應你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說 他是你最愛的 所以你就可以優先選擇他 另外是說 如果你已經有一大堆口袋名單 你可以直接從這裡面說 我就只要讓我的 在我最愛名單裡面司機 他可以被收到我的轎車通知 對 那這樣你就大大降低 就是 遇到 你可以重複你以前 搭乘好的經驗 對不對 那這個是十約四數 就是說 就放鴿子 就是 答應了沒趣 這樣 這個也是蠻有趣的 我們這邊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就是說 有很多評價 對不對 那司機呢 他可以 選擇一個 精選評價 他就是最能代表他的服務 讓客人一看 看得到 那還有一些基本資料 載客人數 車型 那服務項目 哪些什麼寵物友善 這些 就是他願意載寵物 這樣 然後一些介紹 那 還有圖片 圖片他可以放他的車子 就是跟他服務相關的 跟他服務特色相關 跟車輛外觀 那有些會放內裝 那這個是 這個司機他的特色是說 他喜歡寵物 所以他會很樂意的 在乘客寵物 所以他就會放一些說 他服務客人的 帶寵物的一些圖片 那或者是說 比方說 客人搭他的車子去旅 去玩 然後他會 有放 像這個是客人 客人跟他一起拍的 那再來就是 會有很多評價 這評價像 有的客人比較有心 他就真的會跟司機 在這上面 做比較深深度的互動 這樣 那大家可能 那再來就說 我們跟 我們這種模式呢 跟車隊 跟Uber他們比較 那當然 第一個是有營業資格 這絕對是要的 然後原本Uber是沒有 那經過他們 很多利益團體 折衝 大吵大鬧 之後 就 也是算是有得到 某種程度的解決 那再來就是 資訊透明程度 我們剛剛 大家應該都有講到 就是 我們透明程度是比較高的 其實高很多 高非常多 你在 確定是由誰來服務之前 你就可以知道很多資訊 但是Uber的車隊還不行 因為他是幫你 他把他說這個 你就這個 你不然沒辦法 你取消他還要扣你錢 對 是有懲罰性的機制 那 其實他原因還是 剛剛前面 這個 全面信用司機 這個 楊執行長有提到 就說這 一切來源 原自於說 有中間人替他做決定 中間人替他做選擇 那中間人 替你做選擇的時候 他面對的利益 考量一定是 以自己為優先 有的時候 會跟你是有違背 他替你選擇 替你找 替你 可能 某種程度是強迫你 做出某種選擇 但是如果出問題 還是要有人來負責 所以就會有 所謂高度監管 這件事情產生 這樣 那這兩項是 是否可以自己挑選司機 那大家都應該都能夠理解 就是我們有評價 既然有評價 就要讓人家選擇 自然有 既然有司機 可以刊登 介紹他服務的特色 那也是要讓人家可以選擇 而不是說不能選擇 不能選擇 那些資訊就是毫無意義的 這樣 所以在我們這邊是可以選擇 但Uber 你車都是沒有辦法 那既然沒有辦法選擇 所以你也沒辦法重複去預約或搭 你以前所熟悉的司機 我平常可能會固定搭某一個司機 那我今天如果要去比較長途的地方 或是我要去機場 那我當然就預約他嘛 那所以 但是我們是有 可以讓你有 讓你有這個權力跟能力 那其他平台還是削弱你的權力跟能力 因為他希望把你的這個客人 他等於是在賣客人名單給司機 他希望你這個名單的權力是 分配給誰 分配的權力是 留在他自己手上 對 所以 從我們這腳下看 就是我們其實跟車對上Uber 是有很大的分野 就是他們兩個其實是比較像的 所以之前有一些爭論 但是 從我觀點來看 我覺得他們兩個是很像的 對 唯一差別就是車量來源不同而已 好 那我們的理念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 改變客人跟司機互動的方式 我們讓他們直接可以建立 互動 建立消費者對計程車服務的信任 而不是說透過一個相對黑盒子 相對不透明的中間人 那你會產生諸多的誤會跟不信任這樣 那再來就是 希望能夠 當然希望能夠coverage更高 讓更多的司機可以提供更現代化的轎車服務 這樣 那 最後就每個人 希望每個人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尋找最適合你的司機 最合拍的司機 那說了這麼多 我們很多詳細的功能或細節 我覺得不在這邊講 但是 就是說這麼多都比不上 還不如看一個乘客 使用者他的評價 就是說他認為說 對 比其他 都是還要好的 給他的感覺 那 回到 最後 總結 回到根源 就是說 這一切來源就是 我們並沒有要求 我們並沒有要求司機要來 接受我們的什麼管理訓練 我們並沒有要求他要穿制服 我們沒有要求說他車子一定要貼 那個 弄成一個品牌的樣子 我們也沒有要求他呼口號 沒有什麼 幹部 在糾察他們 堅定說 他沒有穿制服 什麼之類的 我們都完全沒有做這件事情 我們只做一件事 一切都從這件事開始 就是賦予他能力 賦予他應該 原本具有的能力 賦予 不只他就雙方 司機和乘客 他都有相對應的能力 那他們就可以互相 彼此協調 然後發揮市場機制 那我們希望說 讓 回到初衷 我希望讓世界更便利 生活更容易 那 不只是讓你們 大家 這些的人 不只讓你生活更容易 也讓司機的生活更容易 謝謝大家 謝謝周創辦人 我想 三位講者 其實講得非常精彩 那 其實我要談的東西 基本上會比較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情 那也比較 我先稍微談一下我自己過去幾年 在做的一些研究或者是政策的一些study 我過去我們台經院三所主要都在做創新的政策 偏向創新政策 可是 因為過程當中有幾年我跑去的行政院公平會 所以就參與了競爭政策 那過去三年裡面 對我來講我個人來講我參與最多的其實是一個業者 他在面對國際競爭法訴訟的議題 就是友達在面對美國的訴訟的這個議題 那為了這個事情 我跟美國的律師跟去美國參與的某一些專業的訓練 那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的收穫 我覺得這個收穫只有簡單幾個字 他覺得我們在處理法律遵循這件事情 其實應該是trust 就是信任所有的人 但是我們要去check 就是所謂check的意思是說 你會事後來做有沒有任何問題的double check 這件事情 那這個事情是什麼意思呢 他的意思應該是說 我們希望這個society裡面管制成本最低的方式 其實是你相信每個人做的事情不會去傷害別人 但是你會有做查核的機制 當你發現問題的時候怎麼來解決 當然這是在美國法律遵循裡面 他在倡議的一個基本概念 所以我們在公司裡面 也在處理類似像這樣的事情 那剛剛聽完大家談的一些想法 我當然有很多的一些感受 但是我回到我經濟學裡面談的這個事情 其實我在看去中間話 跟大家看的單純在談說 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有比較不同的觀點 我覺得它是一個因為IT的關係 所以讓這個society當中有一些新的營運模式的出現 所以它是會對整個產業的結構 或者大家經濟生活有產生一個很重要的衝擊的可能性 可是它可不可以survive 它是取決於整個大家經濟生活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現在似乎就覺得說 法令上面阻礙了我讓它去發展 基本上就有這樣的一個感受 那這件事情就變成說 回到我們希望經濟持續發展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一個非常fundamental的概念 兩個概念 一個概念是我們其實應該讓這個鼓勵它去做一些對長期發展有利的一些創新 我覺得這個是不管是哪個面向都應該去處理的 另外的面向是說 我怎麼樣讓這個社會有這個接受的能耐 那剛剛包括紫蘭跟包括專門人都有提到一個概念 就是說到底這個society有沒有那個覺醒 願不願意接受這件事情 這不是只有能力的問題 而是大家願不願意去接受這個這樣一個新的營運模式 那在這件事情上面其實 maybe不會是馬上做到 而是大家慢慢去演進的 所以這是一個基本的 我們希望環境的一個那個狀態 可是從另外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台灣比較缺乏的一個做法 就從計程車這件事情開始好了 其實我們應該回來 包括紫蘭剛才在談 我們應該回來問一個問題 目前所有對計程車 他所做的任何一個要求 是必要的嗎 他這個事情他有包括他需要去 去靠航 包括他需要有一些人在做管理 這是整個society當中 他為了維繫他安全所必要的嗎 那這個事情是什麼 這個事情是說 在OECD他就有一個基本概念 他叫做competition assessment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希望這個 這個產業領域裡面更更競爭 就是說更多人進來參與這個產業的運作 讓大家society當中有更多的選擇 這是重要的 剛剛有提到 這更多的選擇 可是呢到底我們是不是針對這個當中所做的 一些管制的行為去檢視它是不是必要的 那這個事情在其實在2008年前後就已經出現了 這個概念就已經出現了 甚至更早 可是呢我們其實很少人重視這個概念 那這個事情 因為他的基本概念是在於市場競爭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 他希望讓任何所有的消費者或顧客或使用者 他有更多的選擇 那他希望排除更多的限制 讓更多人可以進來提供service 可是問題是一件事情 我們是不是完全在排除這個進入障礙就對了呢 所以要回到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就是到底哪一些事情 是我們這個society當中最care的 那個被基本的規範是什麼事情 那當然這個就需要一些 evidence來處理 那這就是剛剛談的 其實只含在簡報裡面隱含了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訊息 我們其實缺乏足夠的資訊或資料來判斷這些事情 然後同時對於這個需要管制的baseline也不夠清楚 大家也沒有這樣的一個共識 到底哪一個市場上的服務 他需要有什麼樣基本的 維繫這個society好的運作的一些基本要求是什麼 基本上是沒有的 那其實經濟上 像我們在經濟上我們就會說 我們不希望他有濫用獨佔權力的行為出現 那這件事情 maybe是一個baseline 那環境或者對安全的要求 那maybe是一些baseline 那可是像我們金融的這件事情 他會不會受到傷害 可是那就是society當中要去決定的 就是說到底大家覺得 這這樣子的金融的交易方式 是不是對他來講是安全 或是計程車的狀況是不是安全 那這個事情其實他可能可以讓各自自己去負責 因為他透明自去讓他自己去負責 那我為什麼要去為所有的人來擔心這件事情 那這個變成是我們在想了理想的狀態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另外一個就是 這一個是我們的環境的問題 這個是double checker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其實應該回來去處理一個基本概念 就是我們不是只有相信所有的人可以做好這件事情 而是後面我怎麼樣有一些機制來對他做處罰 那就涉及到我們現在不是只有阻礙的問題 而是說當我在處理那個baseline 他違反了之後 我怎麼去處罰他 那我怎麼樣去審桌說這個處罰之後所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所以這是我們在看 我就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 他會是有這樣一個想法 就是說其實任何一個新的東西進到這個市場上來 我們從合理的角度來看 他是對整個society的長期發展是有幫助的 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應該允許他進來 可是他進來之後 他應該還是要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則規則 只是說我們如果希望我們的society 往那個地方去移動 我們的運作的程序怎麼去改變 好 那我中和剛剛大家討論 我覺得有兩種可能的方法 一種是香港 楊執行長 楊總 他所談的其實是由上 可以從由上而下的方式來處理 譬如說我們可以從國際上 他們有這麼多的 新的發展 可是我們可不可以回來檢視他 到底這些法規在台灣的這些限制 對台灣來講有沒有必要 其實這是一種由上而下來處理的方式 那我這裡想的是另外一種方向 就是我是由下而上的 就是我們現在有很多新的業者 在做這樣的嘗試了 可是他常常會遇到某一些 政府的管理管制單位的邀請 去喝茶或喝咖啡 那這個事情難道你不給他一個機會說 這個法令限制是必要的嗎 其實應該讓他有這個空間去做這樣的 argument 因為他就必須要有一個程序來判斷說 這maybe他進到這個市場上對大家是好的 那我只是因為現在過一個沒有必要的法規 把他限制住進來了 所以我初步提出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其實或許我們應該要有幾個事情要去討論 一個是或許可以從由上而下而的角度來看 或許可以從由下而上 可是我們要去遵守一些baseline 然後不是只有看既有的法規 他的規範的角度來看待 那整個環境 那如果我們有一個整套這樣的系統 我就不用去為了計程車 我就要一個計程車的沙盒 金融就要有自己的金融沙盒 其實 maybe 我們整個 society 我們就是有一個共通的這樣的概念 讓這樣的運作式可以有系統的來操作 而不是今天有人跟你抗議說 我這個金融需要沙盒 然後我某一些無線通訊的信用需要沙盒 我就每一個就需要設一個實驗場域 或許我們應該有一個一般化的概念來看待這樣一個事情 這是我在想這個去中間化的時候的一些基本想法 那因為我剛剛看了我們slide上面已經有非常多的問題 我們線上有沒有人想要再發表您的意見 如果沒有我們先讓大家有看到slide嗎 有 或許大家可以稍微談一下您的想法 哪位要先在slide上 他可以投出來 他可不可以投出來 有 可以投出來 可以投出來 對對對 從第一個 你們想要稍微談一下這裡的 其實你也可以不是只有問問題 你可以提出你的想法 來 我很快借一下 因為到最後就是這樣 by taxi 也跟這邊有關係 我覺得我們這邊現在為什麼 我剛才有一張 我只花兩分鐘 我們剛才有一張圖 我這邊有一張圖舉到就是說 我們對於這些議題的了解 包含這個議題怎麼樣西風東劍的前後手 我用兩個key word 我們從現在台灣的媒體去了解 基本上是不明智跟不聰明的 所以比如說談到計程車這個事情 我剛才簡單查一下 有的也是自己的經驗 計程車是怎麼被管制跟看待 其實各國城市的角度 我不能講各國 我應該講G20 就是這個G20 就是G20那個20個國家 他們城市在計程車 這件事情上可以講話的分量很夠 台灣不是這樣子 因為台灣曾經有偉大的戒嚴 所以計程車可能就會想要理事科 應該現場應該大家對理事科還有記憶吧 對不對 就古廷那個分行 所以我們對於計程車的管制 就是人跟車是分開來的 城市基本上能講什麼事情是很少的 所以這個結構就是東亞國家在於 早期的殘留的一些regulation的影響 讓這件事情當你西風東劍 甚至比如說國外的業者看到說 哇你台灣這個我鐵定你中央好處理 所以我就直接用一個turn job 比如說親門踏戶 直接就進來這個市場 因為外商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這麼的單純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我們的這一些 在怎麼管制像Uber 或者是說這種新興 或者比如說你要覺得 像Fight taxi這樣子的model 是台灣在support這件事情上 應該要採取一個信任的態度 比如說這樣 那對於我們相關這些利益相關者 對於了解國外是怎麼樣 其實在計程車這件事情上 中央的角色在G20 其實是不太重要的 所以變成說你說德國怎麼樣 對不起 德國是幫耶 對加拿大怎麼樣 對不起 加拿大省 美國怎麼樣 對不起 人家紐約在1970年 就有計程車的Taxi Commission 跟Limousine 阿姆斯特恩在1905年 就已經有計程車了 1905年 那台灣呢 台灣可能只有我們那時候 我們南投人就是能高 我們玻璃郎 就是南投日本進車 然後去call這個東西 路上也沒有什麼車 所以我覺得在談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可以多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的Regulation的層級 跟以前的這些關鍵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看到一個好的例子 有時候真的最好 就有很多例子在國外 就國家這個層次是講不上什麼話的 知道在這個議題 因為這邊有問到一些跟金融科技有關 有人問說金碗會或者是銀行去談 或者是銀行來談Fintech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玩假的 我稍微提一下就是說 其實金融科技是一個全球一起要走的路 這是因為當我們 我們上一次金融海嘯 為什麼是金融海嘯 就是因為華爾街失火 人家希臘整個主權債都快 那個國家都快完了 這個事實上 因為國際金融化之後 所以其實是各個國家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哪裡都跑不掉 那換言之 這是一個全世界要走的路的時候 我們來談金融科技這件事情 是既有金融業跟新創的這個去中間化的這些創新的經濟的這些這些新的金融科技業者 其實它是一種有趣的所謂的淨和關係 那因為你短期你當然還是希望今天一個銀行它要持續的獲利能夠持續的能夠活下來 然後可是在面對這個同時它要怎麼樣讓它原來的過度中間化的服務 不要這麼高度集中 所以如果我們看全世界的這個金融以及金融科技的發展 你會看到事實上是金融業會跟金融科技業者高度的合作 甚至是有交互的投資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我覺得要思考的是說 其實是一起要來做的金融轉型 那我們談如果台灣的 我覺得我今晚會其實是已經有認真的在看待我們金融科技這個產業 那我也很謝謝不管是現在的主委或者是副主委 其實包括他們最近要推的這個創新實驗條例 那都是在往這個方向前進 但是我的期待當然會希望快一點 那對於銀行而言台灣的銀行也有一些 像比方中國信託已經有投資R3 那就是那個blockchain 那blockchain其實也是P2P非常應用到極致的另外一項東西 但只是說區塊鏈這個東西的應用 還沒有實際應用到這個業務模型 除了Bitcoin這個比特幣以外 所以應該是說我會覺得 台灣如果我們看金融科技很膚淺的只放在說 我要做一個小I機器人啦 或者是說我要讓我的分行數位化啦 那也就太可惜了 因為你還沒有真的 把今天我們要做的金融轉型的精髓 把他掌握住 而事實上就是應該要怎麼樣 讓今天消費者獲得更大利益 這才是今天最重要 如果你們看這個有機會 大家上英國的這個 這個金融科技辦公室的網站 看一下它的這個website的話 你會看到它寫得很明白 它的宗旨 宗旨FCA 連現在他們的主管機關 他們已經改名叫FCA 而且它不是管金融 傳統金融傳統金融被壓在央行下頭 有另外一個叫PRA的單位來管理 可是FCA的宗旨 你去看他們的 他們的現在的金融的這個 這個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就是金融行為監督會 它事實上是管所有的金融科技業者 然後它的宗旨就叫做 鼓勵金融創新跟競爭 它就是就是剛才所長提的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2008金融海嘯後 其實全世界其實揚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要對於競爭的這個 你對自己國內自己的競爭力的判斷 你對你自己的競爭能力 是不是你的產業有沒有夠開放 讓新的競爭者也可以有競爭 來進來競爭 還是說我們仍然維持一個不公平的競爭的一個 一個結構在產業裡頭 那這些的概念其實要趕快內化到我們台灣裡頭 我們今天談這個區域中間化的議題 它當然不只是在談金融科技 而其實有多元面向 包括像Uber 小黃這些都是 都是這些Airbnb 都是在談區域中間化的話題 那這些東西其實我很同意 所長講 因為我看到幾個全世界的國家 他們在做的事情就是對自己國內的各項 可能受到去中間化的產業 做所謂的這種Waterfall的Gap Analysis 把你所有的產業當中的各個項限要列出來 而且是開放給民間一起參與的 台灣其實不太 我們在擬定政策的過程一直不太有進步 我自己覺得很可惜 就是說現在因為科技的發達網路的發達 像包括我們還可以Slido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我們應該要政府的運作也要改變 我看到其他的國家對於這些 有一些比較去中間化的創新 他們事實上是國內會針對不同的產業 一項一項的去談我哪一項我的服務上有Gap 就像我剛才提的我們今天要談金融科技 是要未來做到今天一般的消費者的利益最大化 同時我們要做剛才講的能夠做到 Financial Inclusion普惠化 讓一些沒有辦法被服務到的這些民眾 有機會也參與這些服務 那我們就應該拉出這些 我們國家應該要發展的核心的向線 那這個是我覺得很重要的點 第二個我認為還有一個點我們在 因為剛才也有一個問題是在講到說 那面對這些改變 政府要做到什麼基本的 有沒有政府要做到哪些基本的東西 我個人認為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叫做我們要開始擁抱負面表裂的政策管理 我們不太習慣這件事情 就我們假設今天其實整個議題的我們今天都在談 有關於所謂的這種未來的這種創新經濟 創新經濟當中因為要創新嘛 如果你是舊的 就今天就可以正面表裂的很完整啊 今天就是因為你是新的東西 所以你必須要用負面表裂的精神 帶到這個我們今天的社會的運作裡頭 我們才有機會產生我們的創新的新的業務模型 也才會有所謂的創新經濟產生啊 台灣現在我覺得最悶的一個點就是說 我們都聽到其他的國家的創新經濟 我們聽到人家的這些很好的模式 可是拿到國內的時候就覺得說 怎麼轉左轉右轉都轉不動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擁抱負面表裂的 這樣子的一個法律 法治管理的精神 台灣並不是說因為台灣不是英美法系 我們就不能做負面表裂 不是的 事實上我們只要列出來哪些 我們認為說這是不能違反的 這不能犯的這樣子 其實大家就可以往前走了 就可以在你沒有touch到這些東西就可以 可是我們缺乏一個 目前我自己覺得有點小可惜 就是說這我也稍微建言一下 就是我們的政府相關的機構 要特別是行政院這種成績 因為有太多的法令都是跨單位的 那行政院一定要拉出這種專責的單位 明白的定出各個產業的負面表裂項目嘛 那剩下大家就創新業的 你們自己去玩玩看去試試看 那至於未來就是說 要不要管當然要管 其實在創新經濟 特別在去中間化經濟當中 非常強調的精神是 你必須要公平透明無詐騙 這個不管像我們講說 Uber Airbnb 大家都知道他們也發生過一些事情 不管是Uber的那個司機 有發生rape案對不對 然後Airbnb有發生說怎麼樣 那個被洗劫的事情 whatever 這些東西一點點都是在 要強調今天創新經濟 以及去中間化當中 政府仍然有扮演重要的角色 可是它是一個discipline的管理 是一個這種所謂的概念式的核心 要強化這樣子的平台機制的透明責任 以及要有這個基礎的這種 防止詐騙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在這個我們的政策管理裡頭 那如果能夠用到這些的話 其實會幫助我們台灣有機會 也參與現在的這個未來經濟 就是數位經濟這些創新經濟裡頭 否則我們一直會被排除在這個之外 這也是我想我們這麼多人 願意要投身到這個產業領域當中的重要原因 坦白講我必須誠實的說 其實像我們做金融科技業者 非常多都是非常資深 其實大家都可以退休 自己不要不需要花這個力氣 來這邊拋頭露臉啊幹什麼的 其實是因為大家很擔心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台灣不只外交上失利 我們還自己不斷的把自己 排除在世界的經濟的範圍內 那會讓台灣未來陷到非常恐怖 也比較危險的一個狀態 那這也是我稍微回應的一些分享 那首先先謝謝各位講者分享的內容 那我想很多地方這邊牽涉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剛剛提到去中心化 那剛剛提到第一個問題就是 在政府的法規框架之內 有很多國家它在調整它的法規框架 但是其實在台灣這個部分呢 我懷疑就是說 中華民國政府的整個政府組織架構 可能是設計給管理20億個人在使用的政治架構 因為不要說修改這些法規框架 光是政府要轉一個身 其實難度都非常非常大 這個跟藍綠無關 就是不管任何議題 只要是要稍微政府要動一下 牽涉到各個部位 而且全部都跨部位 那就慢慢就會排下去 那剛剛林事長特別提到 就是Baseline 那我其實我蠻欣賞這樣的一個概念 不過我只是補充一個案例 就是說有一個領域用Baseline 用了非常的多 就是哪一個領域 就全世界的國家 都是照這個Baseline去設計這個領域 就是資訊安全領域 包括說台灣的資訊安全的設計 美國的資訊安全的設計 英國的資訊安全的設計 包括中國大陸的資訊安全設計 全部都是用Baseline的方式去做設計的 那可以看到說 它產出的政策管制措施 可以從天稱的最左邊 一直到最右邊 所以當然這個理念是蠻好的 只是說這個產出的結果 有時候也是會蠻極端的 那回到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在政府現在現行的框架 不管是疊床架屋的框架 或者是有什麼特殊的 綠色通道的框架 有沒有什麼方式比較快呢 解決這個新創業者 所面臨到的問題 因為第一個 新創已經冒了所有財務的風險 個人這些風險 如果還要承擔這個刑法的風險 說真的這個風險 我是覺得不太值得 所以可能最快對他們來講的做法 因為新創考慮的是 16到18個月 有沒有什麼比較快的方式 能夠協助新創業者解決 它現在已經面臨到的問題 因為總不能開業第一天就犯了刑法 馬上先抓去關起來 這是我認為第一個問題 短期的問題 長期的問題 不管怎麼去把政治做優質化 我覺得有時間考慮 但是怎麼解決這個短期的問題 那我第二個問題 是比較現實面的問題 因為不是只有台灣全世界都遇到相同的問題 就是將來 一旦假設在合乎法規框架之下 可以做的時候 發現第二個主要大的問題 發覺現在不是去中心化 而是recentralize 因為只是把原來的中間的trust agent 換成另外一個平台業者 或不同的平台業者 那這些平台業者幾乎已經壟斷 這個去中心化這個區塊了 那在這樣的一個範疇之下 我們講的是 去中心化其實是再一次的中心化 只是中間的人已經換掉了 那在這樣結構之下 台灣的業者相對來講 就是會辛苦非常多 那有什麼方式 不管是政府或者是 包括厲害關係人 有哪些部分是可以提供一些協助的 我覺得這兩個問題是比較關鍵 好 謝謝 我稍微提一下我的想法 其實在我提的這個 政策上可以提供何種機制或流程 其實我的想像就是說 我們其實過去在推亞太運營中心 有類似的架構 可是後來那樣的架構都不見了 那事實上這個架構可以放到行政院底下 它有個坦媒體 那它就在處理這個事情 它可以跳脫所有的跨部會的這個概念 那它可以接受新創業者的任何的提案 可是它怎麼樣去讓它流程可以順暢 我覺得那是過程當中要去做一點設計的 那如果是這樣去處理的時候 我不是為了某一個特定的領域設專訪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只要進到立法院設任何的專訪 大概就可能半年一年 甚至更長時間就過去了 照我的預期 我在任國民會的委員的時候 那個時候某一位通傳會的主委就跟我說 你為什麼要去處理這些數位匯流的法令呢 你的心裡面想的是好像不太想修法 我的心裡面就是說可不可以不要修法 就來處理讓台灣往數位匯流的方向移動 那我的猜測是正確的 為什麼 因為到現在還沒有完全修法完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 處理這些事情都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你必須要去考慮政策處理的成本效益 就是說你當你遇到說去修法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設一個 一個運作機是可以處理這些協調這些議題 而不是單純去想要去做修法的動作 那因為這個事情絕對是要跳脫現在的行政的一些議題 那剛才那個子函又提到 其實我們有另外一個問題 即便我們在談開放資料 然後要去評估這些每一個議題怎麼處理 沒有錯可以同意 因為台灣資料的開放其實好像是全世界第一 可是問題是只是好像而已 因為這涉及到很多部會內部的 的許多層級的問題跟分工的問題 還有他經費預算執行的問題 那這個如果不是在現場第一線處理的人 不會清楚這裡的狀況 那那個地方其實或許看要不要優先處理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優先要處理的議題 就是我們如果沒有足夠local的資料 其實很多的問題是無法去做判斷的 這是另外第二個看法 就是說與其去動行政部門 不如先動他的 讓他共通上面要處理的一些訊息或資料 那這個事情才會對整個決策的影響 會比較見解而且可能會有效一點 這是我的一些想法 再說還有沒有您的想要發言的 或者是在這裡有什麼問題 你們希望極的人希望 你說隔壁已經欲罷不然 因為隔壁都沒有講完 所以沒有問完 因為我覺得 來 麻煩 各位好 我是那個釋放電訊的 國際業務部的 William 那我想那個從網路的角度 因為我們是電信業者 那今天談的就是數位經濟 還有網路自己論壇 所以我想從網路的角度去請問各位 還有在場各位 就是大家怎麼看 在數位經濟上面的發展 這個網路的部分的造成的成本 還有對於台灣新創產業的影響 跟國外我相信是差很多的 那這個成本的營運 還有它的連接的這個可靠度 或是像台灣很明顯的 就是在過網業者的部分 是中華電信的獨大 壟斷大概七八十percent 那這方面對數位經濟 大家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影響 然後呢 有沒有什麼建議 還是大家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 大家怎麼看這件事情 謝謝 那個剛剛四方的人提到說 那個中華電信佔七八十八 其實我個人的看法是 台灣有執照的其他固網業者 到底在幹嘛 我們想要花錢 去租中華電信以外的線路 我有錢我租不到 我覺得這才是問題 今天官方發放了三四張 固網的執照出去 可是真的有在實體做建設的 反而是政府為主的中華電信 而我們所看到的東西是 今天我如果為了要求網路要穩定 我必須找不同的vender 去處理網路的時候 我得到的東西 卻是我有錢我租不到線路 我覺得這才是台灣網路 在整體上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 謝謝 要熱鬧一點嗎 已經有兩個電信業者在談這件事了 我是NCC華文哲 這個議題其實十年前我跟林博士 我們已經就在想 怎麼建立第二條資訊高速公路 我們已經在努力這件事情 那有幾個措施是 我們那時候在談的其實是 要開放經營區 就是讓有些電視業者可以跨區 那那個是第一個步驟 然後第二個步驟的話 其實才是 讓中華電信 是怎麼樣中華電信的能量 可以釋放出來 而不是中華電信一家獨大 那其實中間的問題其實還蠻多 那經過十年之後 現在有些電視大概他們已經開始跨區經營了 也開始產生若干的一些競爭了 但是現在那個效果還沒有真的出來 因為不管怎麼樣 有些電視的網路品質實在還不夠 但是大概可以想像的是 臺灣大哥大已經 至少臺灣大哥大的股價已經 比中華電信還要高了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 電信已經開始在競爭了 不管說現在是三家 還是說四百多家 其實電信已經開始在競爭了 所以這一次的數位通傳法 我們才非常大膽的 把過去的特許執照的概念 我們已經把它送綁掉 我們已經解除管制了 所以今天在談的去中心化的議題 其實對NZG來說的話 其實就是 它其實就是一個去管制的議題 你只有在去管制之後 我們才可以從底下才開始問說 哪一些紅線是我還需要的 所以在整個的數位通傳法裡面 在整個電信管理法裡面 其實我們強調一件事情 叫做消費者保護跟資安 那就是我們的底線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其他的部門 在談去中心化的時候 大概也大概不拖 大概也不會是 至少這兩個議題一定都會再存在 那各個行業 比如說像軍管會 他們可能還會有這些 除了消費者之外 還會有資源分配的問題 那這件事我想是 我們今天在談去中心化 其實應該是 應該從八三那裡開始談起 說在去管制的情理以下的話 我們哪一些是我們所需要的 那這些問題其實是各行各業 所以今天聽不見得很好 它不是一個統合的我要什麼 而是各行各業在八三那以上 它需要什麼的東西 它是疊加上去 大概我想 那至於說政府的部門的話 其實我剛好好像 林博士有提到說 他們亞太營運中心 其實很多在中國大陸也發 或者其他國家也發 其實都有叫做馬上辦中心 那在台灣的話 我們成立了各式各樣的辦公室 我很不客氣地講 那些各式各樣的辦公室 其實都沒有發生效果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法令 每一個部會把那個法令 都抓得緊緊的 像我最近在修定性管理法的時候 其實我花了非常多的精神 在跟每一個辦公室 他們其實沒有 不但沒有發揮到協調的功能 而且還大多數都是 加強那個管制的 就說為什麼這個沒管 為什麼沒有那個沒管 而不是有一個大家統合的概念說 我們為了哪一個目標 大家繼續前進 那你就更不要談到各個部會了 那我想這件事情其實是 還有待整個公務員 我們的腦袋必須要換 因為我們都要活到20世紀 能夠活到21世紀的公園 其實不太多 我花30秒就好了 因為我剛好14年前有扛機器進去釋放 所以在這個議題上 大概有跟 除了Kenny黃博士之外 大概我這邊肯定有一些經驗 我覺得就是說 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就是說 IX, IXP 不過這專業有數以來 peering這個事情 在台灣有多少人知道 好 第二個 台灣的業者如果 根據跟台灣政府玩的遊戲規則 台灣的政府的治理模式 能不能夠延展到區域跟國際上 因為遠傳在兩個月前去GSMA 泰國在辦的時候 就是他們的FSBP去嘛 因為遠傳開始要 對不對 中國大家都走不通了 我要去南亞 開始設備一些出去嘛 就遇到了一個問題 因為他發現 原來這些談論這些事情的平台 即使大如遠傳 許董跟我一樣同性 他們對這方面的議題是無知的狀態 所以SVP去到泰國也是被釘夾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政府在這個治理跟Market 跟Competition Policy 在怎麼鼓勵像釋放這樣子的 扮演更重要 或是更不重要的角色事情上 對區域的市場的競爭 比如說怎麼取了ASN number 類似像這個 這是喊話 我覺得台灣的政府不夠積極 在這件事情上 這個積極不是做了多少事情 而是事業 所以你的governance model 如果可以延伸到regional的話 事實上台灣的電信業者 在這邊練出來的功夫 很快就可以進到那邊的 好的例子就是Sintel BT Verizon 這全世界都是他們的市場 但台灣在這一方面 我覺得我們其實成熟了很早 但是對這些議題regional的了解 都非常非常低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可惜的狀況 因為機會難得 然後隔壁場也是欲罷不能 所以我們這邊大概就是最長延到40分 那請現場如果有發問 然後就是可以趕快就把握一下時間 然後交給林所長 好 所以我們還有10分鐘 好 那我先稍微做一下廣告 剛剛那個臺思函 談到那個 IS的問題 下午有一場 一直在這三年 所以如果有興趣可以留下來 繼續聽的話 所以跟他們有好多人 那確實跟我們 依照我過去的影響 最近比較廣闊 那確實是台灣電信 最基本的就是 IS的問題都不及 那其他都不及了 那我就是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面向 就是說我們今天要解 這些問題其實 像剛剛那個 偶小槍的黃樹長 就是有一些Facebook要主題之外 其他另外的問題是在於 有哪一些那個行業 發展當中最重要 最關鍵的發展 那個資料 這當然是另外一個 一個面向的主題 好 廣告做完 不曉得再做這樣 謝謝 謝謝 分享一下你們的態度 我稍微也再回應一下 就是 這個其實是我自己一直 心裡面覺得 就在推動台灣的這個 數位經濟的發展 那當然其實我自己還 蠻有幸的從 Internet Banking開始 其實就參與了台灣的 Internet的這些 所有的發展的歷程 那其實眼看著我們 從真的是領先到落後不止 這種狀態 心裡是很心疼的 是為台灣很心疼 那可是這個逐漸這個趨勢的 我們還沒有看到 目前改善的狀態 這是我憂心的 我們剛才提到就是說 當然那個所長是提到了 一些很好的建議說 其實會建議不要一下子去走修法 然後走這個 可能用一些比較簡單的方式 可是我心裡其實又有一點感覺 是我常常覺得就是說 現在的競爭 數位的競爭 以及我們談的這些去中心化的 新的創新模式的競爭 其實它在考驗的 已經不是我們今天網路的技術能力 或者是創新的模式的能力 反而是政府因應的能力 我們現在全台灣的 現在全台灣的這個經濟 其實會不會我們陷到了一個可怕的點 是我們政府打不過別的政府 我們政府的效能不夠 不好意思喔 這個這個這樣 今天有沒有那個傷害到誰 哈哈哈哈 但是我想這是一個誠心的建言 我沒有在於就我理解我們 所以我見到的這些公務體系 其實都很努力 我誠實的說 可是我們努力的方法 要思考一下 我們已經習慣在框架 既有的制度下去 造依法行政 我最常聽到的就是這樣 就只能依法行政 可是不好意思 我們全球的競爭 已經是在做 deregulation 大家是在去法制化 甚至在看的是一個大的結構面的競爭 這一點真的要深思熟慮 這是一喔 第二個我要再講一個點是說 因為我自己對於像 英國在做金融科技發展 有非常深的這個觀察 其實他們是用政府高度的改革 組織改革的力量來做這件事喔 而且大量的做他的法令制度的翻新 才能夠讓他的這個金融能夠去搶下市場的先機喔 包括大家很多人聽到法令沙盒這種東西 他們發明的沒有錯 他們在做金融科技法令沙盒 但sandbox的概念在很多研究裡頭 本來就做IT早就有了 但是我講的意思是說 他是第一個在組織制度上 容許這件事情 他給了這個第一個 他的sandbox是有團隊的 是有office的 然後這個office是被賦予法定的權利喔 第一個他有法令解釋權 第二個他可以給你做policy waiving 你明明看起來就違反了法定 我給你權利你可以不要違反 不算不用 你只要進到sandbox 就沒有違法這件事情 這是有法令權利的賦予 那這個在我們目前的這個 我們目前談的創新實驗條例 或者是我們未來談的這個sandbox 要想一想這個角度有不同喔 因為我們他們是怕法令修來不及 所以先給你空間讓你做 而且他給了法定的權利 讓這個sandbox 這個處理sandbox的這些office 這些government的office 有權利說你就不算違反 我也沒有說我私相受受 不會說今天這個公務員就收到了這個 認為是有違反公務人員的這個問題 那可是我們在談這些結構性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卻還是在既有的法令如何comply 能夠不要違反既有法令制度下 然後我給出一個說大家可以來實驗的這種思維 那這一點我覺得我比較覺得期待 像前一陣子其實有在談司法改革 因為司改會啊這些東西 我那時候一直我事實上也發了一些建議 就是說我們的司改會不應該只是在談司法面 在執行面的公不公平的改革 忘記了我們的司法要改革的是我們要心力 為了經濟心力上頭 我們有沒有哪一些司法性的項目要被調整 那這些我想這個是只是中性的建言沒有帶任何 我也知道我們的這個政府單位都很努力 但是也很期待我們一起來創造一個新的台灣 OK 謝謝現在還有沒有意見 沒有我就把剛剛那個回復一下我整個的想法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啊 因為我們現在說的事情其實涉及到的事情是說 我有新的模式 可是這個新的模式呢可能society大家沒有那個覺醒 他會覺得說他侵辦到了某一些人的利益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新的東西出來除非你是全新的領域 那全新的領域你要去說服消費者 那利益可能你去拿 可是當你是一個新的business model 進到這個society裡面來 你是讓別人沒辦法過生活的時候 這是一個衝擊跟排擠 那他當然就會回來問說 那我現在既有的法令 是挑骨頭說你不合法你那裡不合法 OK 所以是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要問的一個很基本的做法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process 這個process是一個有像一個新創提的一個model進來 我們可不可以去做review說這個東西是類似競爭評估 他進到這個society是不是有幫助的 他不是只有在問是不是會衝擊到 他是整個wellfare上面是不是有改善 或是某一些value是應該被倡議的 那我們就會進到經過一個這樣評估之後 進到一個committee我們就說 好 可是我們有一些best nine希望 我們給你一個機會去做嘗試 那我有一個best nine你需要去做符合 在什麼範圍底下你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實驗 那接下去的動作就是說 好 那這時候這個community必須負一個責任 除了審核以外 他應該去做跟society的溝通 就是說在這種情況底下 好像原本的某一些法令不應該做這樣的限制 可是對於現在的既有的靠這個微生的業者 他們怎麼樣子做調適 這是成本面的問題 因為不能夠說我一個信用模式出來 其他原本既有業者都不管了 所以他需要做這樣的協調的功能 所以才去做修法 所以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運作的過程或流程 他透過一種整個社會或經濟發展的角度 來看待這個新的業者進來 法規的限制或社會的接受程度 或者是對既有的那個生存者 他的運作的狀況的影響 來做一個整體性的考量 提出一個修法的proposal 所以這個事情是在台灣所沒有的 我不知道國際上有沒有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是make sense的 因為它是一個 它絕對不是單純的修法問題 它絕對是個社會溝通的問題 我覺得是這樣 那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是這樣 其實我比較好奇 因為金融業者現在 因為新創已經進入有很大的困難了 其實我現在比較好奇的事情是說 現在所有的新科技都是被大業者拿走了 其實結構是沒有改變的 我比較擔心的是這件事情 就是你剛剛談的中信、玉山 他們就去用blockchain 那我就很好奇說 那請問他改善何在 這是對我來講 我會有一個這樣的質疑 那這個當然就是我們政府運作措施太慢的原因 因為我們讓很多新創業者失去的嫌疑 這就是我們如果現在政府再不做這個事情最大的風險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很多新的科技 結果到最後還是被大業者拿去用 你只是協助他鞏固他壟斷的獨佔 應該是市場戰略率 或是市場的影響的力量 那事實上他對整個社會是一個進步的阻礙 他不是單純法律這樣的問題 而是因為你讓大業者還有更多的資源去用這些新的東西 所以影響到了我們整個社會有更多新的業者進來的可能性 失去了選擇的可能性 我覺得這才是所有事情的重點 那我們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那大家我想我們就先停在這個地方 那以後我相信那個slide應該還可以用 如果有什麼樣的想法 也可以在上面提供您的想法 以上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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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